男女大不同单元非常开心 我们在线上 今天在线上请到的这一位 他就是之前呢 也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上聊过天 但是也常常出现在我们其他的节目 但他主要聊的可能都跟历史 也是跟历史 或者是跟各国的一些文化相关的 但是他今天竟然会来到男女大不同 我自己也是觉得蛮惊讶的 那因为他要来讲讲他自己的故事 那在这里让我欢迎的是 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 胡川安胡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还记得胡川安老师吗 胡老师在我们节目中出现过的那一次 是聊京都 聊京都 而且是我们是去年还是今年 就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因为去年也是一样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大家都很久没有去日本了 所以就写了一本日本的书 对我记得那时候 听老师讲故事 就让我们觉得 好啦虽然我们现在不能一起去日本交游 但我们可以一起去京都神游一下 就靠着老师的这一本 叫做京都历史迷走 那时候我们是来聊 那其实你仔细把老师的 老师的著作 就是老师你也算著作等身 还有在一直排到半身 著作也真的是很多 但是在你所有的书里面 现在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本 你自己坦言是不是比较特别 跟生活比较有关系 跟我自己人生的情感比较有关系 对那后面有一个破折号 单亲爸爸手记 我必须要说 是在你的脸书上 写了这个 偷出这个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 哇 你现在是单亲爸爸 对 大概两年多了吧 两年多 对 小孩现在几岁啊 小孩今年要上小姨啊 今年上小姨 所以从两年多前 大概五岁 就五岁吧 我就是四岁多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结束婚姻之后 孩子跟着你是双方的协议 对对对 然后妈妈因为现在去加拿大了 所以就是写书我是知道了 但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 你要写下一本 跟自己有点关系 然后是在探讨关系 这个关系可能有父子关系 而且你毕竟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学者 所以你其实是 有点像在做研究的方式 在写各国的单亲爸爸 对不对 就是我后来开始想说 因为我在离婚以后 我想说要带孩子 那我当然因为 要理解怎么样带小孩 那带小孩 我的方式就是去看一些书 然后了解自己的处境 然后发现这社会上给单亲爸爸的书 还真的很少 因为我们说很多教养的书 教养的书通常都是跟你讲说 双亲要怎么样 那现在也比较多单亲家庭 单亲妈妈出来写的书 但是单亲爸爸好像真的很少人写 说台湾到底有多少单亲家庭 他会吓得一跳 就在所有单亲家庭里面 单亲爸爸占了四乘五 哦有这么高 将近一半你看 哎我不知道有这么高耶 对对就是一半 可是社会上的声音 好像每次都是 几乎都是妈妈的声音 单亲妈妈的声音 那因为男生本来就比较不会讲 就是比较不会讲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后来在想就是说 既然我会讲我也会写 我应该把我自己的过程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让以后有更多的人 愿意出来讲 我写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一开始的想法 哎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 这些年真的 真的是有还是有一些变化 你知道我 我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单亲妈妈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 现在是2021对不对 对啊 2021那大概是20 我猜应该是2012或2013的时候 那那是几年前啊 那个也是 78年前 78年前对 那时候啊 有一个出版社啊 就是在 反正就是我有个朋友 一直觉得我应该 我现在已经出了两本书了嘛 后来 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书的时候 我有个朋友一直觉得 我适合来出书 那就找我跟这个出版社聊了一下 结果呢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因为 我的朋友是觉得 他每天看我 那时候我女儿还很小 他看每天脸书上 我写跟我女儿的互动 他都觉得非常感动 那他就觉得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插画 就是说能够找一个搭配的漫画家 然后把母女之间的对话 然后把它变成一本小小的手 又是因为单亲的 单亲又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的是 你在父母子女之间的那种紧密的相依偎的感觉 其实又更深一些 那他觉得这个其实是 加上现在单亲家庭这么多 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可以给很多人力量 跟就是会有一些帮助 结果你知道出版社啊 他就不出耶 不出哦 因为他们觉得 他就讲他说单亲这毕竟 他说现在其实大家对于社会上 普遍对于单亲还是一种比较负面的想法 你知道出版社这样跟我讲哦 18年前 对啊我眼睛就真的超大啊 我说我说会吗 就是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以为觉得这是平常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对对他就是这样讲 他就说虽然这件事情已经很普遍的存在 但是要把它拿到台面上来讨论还是不太好 对这是台湾 那三千八百是你看四十年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觉得很惊讶 当然我也有点小受伤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自己因为做新闻工作 其实我们其实比较open mind 我会觉得说你应该不是说因为这个性向既然存在 你不去讨论他 也不是说就把它埋起来 你还是要给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 这么多人他们可能需要这些资讯跟帮忙或是抚慰 我觉得很重要是一个安慰 就像我后来出一本安胎的书 你说安胎的人很多吗 也是小部分啊 但是为什么要出因为这些真的给这些人很大支持力量 甚至我在马来西亚有非常多的读者 因为要面临这个人生的重大过程一定会有 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你出这个你写你出这个书 我就跟山雨说 我觉得我们找胡老师来聊一聊 因为我觉得单亲本来就不容易 单亲爸爸又更少被听到 我们就很希望能够跟你聊一聊这些东西 那加上你自己又学者个性 其实你分析了好多各国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也很适合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我们就进入到你的这本书 男女大不同单元 我们要来聊聊男生的心事 通常我们都是会请到諮商师 我们来聊聊在关系当中的一些课题 有的时候就会一直出现 老婆一直在骂老公啊 或是妈妈的痛苦啊 但我们其实很少从男生的角度来看 那更少从单亲爸爸的角度来看 不管是他跟他自己的对话 或是跟孩子之间的相处 或是他怎么看这个社会 赋予他的一些责任 或是外人的眼光的一些压力 但是就如同刚刚我们今天的来宾 国立庄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 胡川阳老师所说的 单亲爸爸在台湾的单亲家庭里面 竟然占了四成五块一半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一样 在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惊讶 我们就请胡老师来说说看 你就说其实在台湾 真的单亲爸爸很少有人讨论 单亲妈妈大家都会很同情 那单亲妈妈也比较容易向外求援 可是男人本来天生 就是比较不会向外求助 就是眼泪往肚子里吞的那一种 你怎么来看 你在开始写这本书到现在 你自己怎么看台湾的单亲爸爸 我觉得以前的单亲爸爸 都通常男人都会被当成一种问题来研究 就是男人不是 如果你单身 如果你那个离婚 要不然你就是人家就会想说 你是单亲爸爸 大家就想说你聊到 要不然你就家暴了 就是你一定是有问题 你才会变单亲爸爸 以前的社会刻板印象好像是这样 可是我想说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而且尽量用平时的 就是比较平时的语气 平时的口吻在写 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单亲爸爸 当成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人 因为他是一种选择 就是我们人生选择离婚 就跟单亲妈妈有时候你选择离婚 是你的人生选择 他不是说你有问题 那现在大家对单亲妈妈 比较可以理解的原因 就是说他可能 所有的离婚 当然不一定都是 都不是快乐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 面对这种离婚 我们比较能够觉得 就是说这是我们人生的一种选择 我们选择到不同的道路 那单亲爸爸也是 那以前都会被贴上标签 说他一定有问题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说 我作为一个单亲爸爸 如何乐观 然后比如说阳光的 带着自己的小孩 然后跟自己的小孩相处 我比较想要面对 跟大家讲的这一件事情 你其实在书里面也做了 以学者的这个研究的精神 做了一些其他国家的 一些单亲的数据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是蛮 我自己蛮有兴趣的 其他国家的数据 对你有写到日本吗 美国吗 就像日本美国 像美国大概 其实大概三成左右 日本大概也差不多 是这个数字 单亲爸爸的数字 等一下你说美国日本的单亲爸爸 占单亲家庭的大概是三成吗 对对对台湾算是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啊 台湾有两个面向 因为我这本书 我除了写自己 我后来还去采访了很多人 像那个家事律师赖方玉 对对对 对对因为我想说 除了我自己的层面 我要有一些社会的面向 那赖方玉跟我讲 就是说 所有台湾的那个离婚 就是单亲家庭 他们会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 你要离婚一定是打官司嘛 对对 但是打官司 其实在离婚的案件里面 算少的 协议离婚的比较多 协议离婚 对 但只有15%是 15%是要打官司的 那基本上打官司的是 按现在的 可能会判给妈妈 但如果协议离婚的 通常都是爸爸 因为女性想要自由 是这样的吗 对很多 协议离婚的 大部分很多是 女性想要自由 但是所以到最后就是 而且台湾又有一个问题是 男性觉得这个小孩 是他跟他的心 然后他会跟他 就是会想要带着他这样子 哦 因为小玉有一次 小玉律师有一次来 我们也在聊单亲爸爸 我们那天还有一位 call in的单亲爸爸 我们两个都听到快要流眼泪了 就是他就说 他那时候小玉律师 我还记得他下了节目 就跟我说 他觉得 他说他们一直在找 这一群人 因为很难找到单亲爸爸们 单亲爸爸不太愿意讲 他说没有想到 在我的节目中 竟然找到这么多 因为不只是打电话 call in进来的人 还有留言的 然后写信给我的 他说原来有这么多人 其实都在听 然后他们也终于愿意 讲一些东西 但是你刚刚这样讲 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意外 那我来问一下 以你自己的状况 你们当初也是协议离婚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孩子跟你是谁做的决定 孩子 当然我们共同监护 但孩子跟我一起生活 但是就是 我们的创房的决定 因为 妈妈她想要出去加拿大 那我因为我们在想是说 如果小孩现在又离婚 她又改变生活环境 这对她来讲生活的变相太大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 我觉得小孩如果离婚 你要让她尽量减少 她生活的变相 没错 你不要一离婚 又换环境 又换学校 什么东西都换了 她整个世界都换了 那至少在我们的离婚的过程里面 因为小朋友 她至少已经生活在台湾 两三年 虽然她从加拿大回来 两三年 然后现在唯一的生活变相 就是我们离婚 那其他都还是维持在原来的一个状态里面 那我觉得小朋友 他的变动率会比较小 对对 因为小朋友其实变对变动是很敏感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协议的结果就是 以第一个当然是以孩子 以孩子变动的最少为优先考量 那第二个其实也提到 就是妈妈想去加拿大这件事情 所以又呼应到刚刚就是 在台湾有很多妈妈 他们是希望可以自由或是 我们不是说自由 我们就说是希望能够去做自己的事 对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到了婚姻里面 当然妈妈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爸爸也有想要自己做的事情 可是到最后会有冲突 那当然如果冲突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那我们就协议离婚 那协议离婚的时候 我们再来思考 什么样对小孩最好的一个状况 那你看日本跟美国三成 对 为什么 难道他们日本的女性跟美国的女性 比较没有想要去 就是他们 他们比较没有这种 想要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还是说他们的爸爸比较不愿意 其实也不是 主要是说日本跟美国 他们的状况又不大一样 因为比如说假设 因为美国我们想说 女性他们会有比较多的工作自主权 但其实你看像希拉蕊 希拉蕊她自己也有写一本书 她当然后来不是单线 但她也有说她有一段时间 基本上要压抑自己必须要照顾家庭 对 然后或者说他们那个 在美国他们很多的女性 他们有时候像之前有 我里面有提到一部电影叫 《克拉玛对克拉玛》 哦那个也是经典名片 对对对 你不觉得那个状况就很像我们今天讨论的状况吗 我小的时候我妈带我一起看哭得半死 对就是那个很像那个 那个一直女性跟男女性的一直冲突 就是你自己的工作跟你的家庭之间 还有你要照顾自己照顾这个家庭之间怎么卸调 重点在于说我们以前都觉得 呃女性你要追求自主可以 可是回家为什么所有的事情又是你负责呢 嗯嗯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在现在台湾 我们想也是这个状况 没错 对那我就是在美国后来当然他会开始大量鼓动 鼓励男性参与嘛 男性参与家务啦 男性参与就是你这个育儿啦 然后甚至思考纯粹男性的家庭有没有可能 嗯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我觉得是现在社会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了 那在美国因为他们很多的那个离婚案件的基本上都是走进官司 所以到最后直接派给妈妈 哦 那台湾不是台湾很多大量 对对对对 你看我刚才说 有85%的协议离婚的案件 他可能都是直接就是男性觉得他因为孩子跟我姓 嗯 所以难得在台湾跟亚洲 我觉得台湾还会有一种觉得这个小孩是男性的 对对 我知道 因为就是姓的问题嘛 对 大家在美国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美国也是跟爸爸姓啊 跟爸 他如果离婚以后他会更会更换妈妈姓 哦 台湾要改也是可以啊 我女儿现在就跟我信 但是要看男性对这个小孩有没有感情 或者说我们男性一开始有没有摄入这个小孩 没有我觉得其实这一切都还是 大人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要跳脱很多传统的旧思维 所以其实你这里面就有讲到 我觉得传统的旧思维就觉得 妈妈顾小孩 妈妈带小孩天经地义 妈妈照顾小孩一定比爸爸来的好 其实我觉得那是生物特质 就是说母性这件事情 它的生物特质它真的会比较细心 但你说真的就来得好吗 我觉得这个好 即便我也常常抱怨我老公 但是我都必须要说 难道我真的照顾小孩 或是我来 我不要讲照顾 照顾你是想拔屎把尿这件事情 我们讲的照顾比较全面 我养育一个小孩 包括不是只有养还有育哦 教育 我养育一个孩子一定比我先生来的好吗 我觉得连我自己 虽然整天在抱怨我老公 我都要打上一个大问号 因为有太多事情 我看到爸爸处理的比我好 确实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就来聊 回来聊 就是你其实还讲到一个非洲阿卡人 是全世界陪伴孩子最长时间 从这里也可以聊 爸爸带孩子的一种状况 对我们就是说那个部落很有趣 他是说如果小孩 比如说晚上哭了 是看谁离小孩比较近 应该要去照顾 然后我觉得我们平常通常都是小孩哭了 然后好像妈妈就直接跳下去 但是那个部落是谁 那个就是谁离小孩比较近 他就去照顾 然后或者是说 而且那个部落比较有趣的是 男性跟女性都是一起去打猎 所以就是不是男主外女主内就对了 不是不是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打破这个概念 那比较有趣的是说 那后来连那个希拉蕊都觉得 那希拉蕊在竞选的时候 有一句谚语 就是说我们要建一座村子 这就是非洲谚语 他意思是说照顾小孩 应该是在一座村子 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常会觉得 妈妈不照顾小孩 你就是不爱小孩 这个责任太大你知道吗 或是爸爸怎么样 但是我们要盖一座村子说什么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村子里面 有这个小孩突然跌倒了 旁边当然要赶快把它扶起来 那有什么样社会的系统 可以去帮助这个 那这个部落也是 阿卡这个部落也是 如果爸爸妈妈都去打猎了 那小孩当然就放在村子里面的 那种一些比较大的 就是大家可以小孩一起生活的地方 就有点像幼稚园 对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 社会的不同的东西 让你父母亲都可以去工作 而且晚上回家的时候 大家一起分担家务 然后小孩晚上哭了 谁比较近谁就去照顾他 不是谁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 那就是这两个事 这两个人本来就是家庭组成 重要的份子 那像刚才你讲的就是说 有些在狱的部分 因为爸爸比较敢冲 像比如说我带我的儿子 我会可以去做一些比较 那种比较体力上面的事情 然后比较 甚至我教他功课的方式 就跟妈妈教他功课的方式 不一样 这种东西他难 而且我觉得男性 男生本身就有一点 需要有一点野性 需要爸爸带他去冲 对啊 然后但是就是说 这里面要思考男女的分工 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 让用不同的 比如刚才我讲阿卡部落的那些做法 来思考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男女分工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你知道吗 就你讲这个阿卡 然后我甚至觉得 这个是全世界都应该要遵守的一个 生活方式 真的就是 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 对啊 对不对 真的就是打猎一起出去打猎 家里面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有一起出去打猎 你就回来 你就不觉得说 哎我可以休息啊 不要做这个 我就懒在那边打电动啊 对啊对 就不会有这种事 那所以既然是这样 那现在其实双新家庭 在台湾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 大家都有出去上班赚钱 为什么回来之后 还是所有事情都是我做 这我觉得真的 我们要跟非洲阿卡人多多学习 对我这本书 他不止给男性爸爸 我就也是给双新家庭 去思考男性 在分担家务跟育儿的上面 因为我当初想说 我就自己带小孩 我把事情都拿来做做看的时候 当然就是从一小孩一生出来 我就参与 那就是说 这样的过程就思考 男性这种方面的事情 也不是做不来 不然你在家里 就算是你是 就算是一个那个 没有 就是还是在结婚状态 你每天也是被老婆嫌 你也是觉得不开心 还不如你就来做一点事情 让家庭更合了 真的是太有道理 那我再讲一下 因为其实 你的这本书里面 除了前面一开始 其实讲的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当然也有夹杂一些 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就是我觉得这本书 更让我觉得特别的地方 他其实不是只有在讲 很多我们看到 类似像这样的书籍 可能还是在疗愈 你心理的功能比较大 但我觉得胡川阳老师 毕竟就是个学者 我觉得他很喜欢 我们用证据 用证据来说话 其实是比较符合 男性的思考逻辑 我觉得男性 比较难用感性 所以你看这种 什么心灵成长的书 大部分都女生在看的 但是男生喜欢看到 实际的案例跟例子 来说明 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适合 为什么非常适合 就是爸爸们来看 不管你是不是单亲爸爸 你在家庭面是个爸爸 我觉得你都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就来讲到 不是只有身为人家的父亲 有很多人 我们听众朋友们 你也许 你也许还没有机会 当别人的爸爸或妈妈 但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别人的儿子或女儿 所以我们常常讲 自己跟上一辈的关系 其实可能会影响到 你跟下一辈的相处 那你在书里面有提到 你在短短一年当中 是在医院 有一年的时间 对你来说医院是一个 感受比较深的地方 对因为我爸前一年走了 然后结果 那个我小孩子的预产期 那个医生跟我讲 是说是我爸的急事 就让我吓一跳 就我爸走了那一年 那隔年我小孩就生了 但是我小孩后来因为 三十周就破水 那三十周破水一直 那我前期他就一直到 三十一周的时候 他就小孩就生出来了 所以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不到一千五百克 哦是极低体重早产额 对一千五百克 那就很小啊 一千五百克 我后来才想说 因为大概过了一周 医生 那个护士叫我要帮他洗澡 就我 我前期他后来回家休息 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去 每天跑去急诊室 把母奶带去给我的小孩 然后带去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哇原来一个头 刚好跟一个手 这样一样大 那非常惊人 就是他可以放在 我的一个手上 就一千五百克 那我就想说 哇这个真的太惊人 而且他头还软软的 所以就是在那过程里面 我才会知道这种 生命有多 生命的重量 然后还有生命 怎么样从一个小小的 这样慢慢现在变成长大 那我觉得男性 如果你一开始育儿 你的确可以得到感动跟成就 就是我在那过程里面 我觉得一个小孩 到现在慢慢的长大 到着装 我觉得以前大家都会觉得 育儿是女性的成就 没有你小 你只要男性 你也投入 你看到一个小生命 这样长大 你也可以感受到 那是你的爱 跟那个 这样一个小朋友 你陪他长大 那会是你自己的那个内在 你会发展出一些情绪 有点像我们说的母爱 我里面也在讲说 其实生物学家也发现 男性如果投入育儿 他可以发现出自己内在的那个爱 会有一些荷尔蒙跑出来的 男性也是有母爱的 其实母爱是被我们 冠上了一个母的名词 就是说形容词 把它变成母亲的爱 变成一个形容词 但其实父爱的成分组成 并不会亚于母爱 这是胡川阳老师也想跟大家讲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我们要继续聊 白四男女搭不同单元 今天我们来聊聊 单亲爸爸的心事 这本儿子教我的事 单亲爸爸手记是 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胡川阳老师的新作品 那老师过去写的书 其实都半根历史 文化还有 尤其是像个日本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日本名 日本通 还有台湾史等等有关系 那这是第一本 比较探讨自我以及关系 不过还是很棒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 毕竟是学者就不一样 他在里面有很多 引一些国外的故事 像刚刚所提到的一些 我觉得就让这本书 感觉更丰富 而且更适合 真的更适合男生来看 那胡老师 你刚刚其实有提到 就是父亲跟儿子 你自己觉得 我们比较少去谈 我们在礼拜四的单元里面 其实我们常常在讲 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 但是通常来聊 这个都是智商师 然后他就在很客观的一个立场 在讲一般这样的状况 以你自己身为一个儿子 你觉得你父亲教育你的方式 对于你现在身为一个单亲爸爸 来照顾儿子的方式 你觉得他当中的联动性 对因为我觉得原生家庭 还是有一些影响 因为我妈也是女强人 然后我爸当然也是 我爸当然也还蛮会赚钱 但是比较不一样的说 他工作时间比较弹性 但是以前比如说 我要上所有的那个才艺课 都是我爸在的 所以我妈就说 你一天出去载儿子四五次 你是那么喜欢去载儿子 我爸就说对啊 我就喜欢去载啊 所以你跟爸爸 你跟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 可以这样讲 可以可以 而且比如说小时候早餐 早餐都是我爸弄给我吃的 然后因为我妈就是 她可能工作忙还在睡觉 那我爸就是帮我做好早餐 叫我起床 而且他叫我起床 他可以先十分 就大概十分钟叫我一次 然后他去弄完早餐 五分钟再来叫一次 等到快到的时候 他又再来叫一次 哇塞 你爸好有耐心哦 对他最有的就是耐心 然后就是 而且他可以觉得 做这些事不一定要是女性 你看他1949年出生了 他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子带小孩 那上一代 那我就想说 后来我才在思考家务这件事情 本身是哪个家庭 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运作的方式 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妈妈 一定要爸爸 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原来以前我们小时候 看了什么 妈妈早上起来做早餐 那怎么会是这样 那个跟我们家就不一样 是爸爸起来早上做早餐 而且什么东西 就是爸爸就会 功课也是要跟爸爸讨论 那我们就想说 男性女性不一定是要 同样的一个性别的分工 就像我们现在 大家理解的那样子 我觉得不容易耶 对就是 但是我爸他是有自觉的 想要去做这件事 因为他可能就是爱小孩 但也不能说 你妈不爱小孩 就是他们每天 都还是股定会回家 对就是只是 那比如说带小孩 那是不是说 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够 把这个东西放做爱不爱 对 家庭分工本来就不一定要 每个人都 就是一定是男性 那我妈当然 她晚上会煮饭 我爸早上煮饭 他们就会去协调一个 他们可以工作的模式 但应该就是说 你的原生家庭 就给了你这个 就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爸爸就是应该出去上班 妈妈就是应该在家里面 做很多事情 可是从你小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知道 为什么你从你的孩子 一出生 你就是很自觉的投入 去照顾孩子的过程 那其实跟你的小时候 你们家其实就是爸爸 在投入这个部分 比较多的这件事情 是一定有关联的 所以你并不会认为 这有什么奇怪 对 那同样的 在你必须成为单亲爸爸 来自己照顾小孩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应该也少了一些 心理上的冲击 对没错 但是我会说在里面我还有说 我要做一个村子 当我现在自己带小孩 我要寻求一些资源 那像刚才我说我妈 那个我妈小时候 从来没有喂过我吃饭 然后她有时候 我回去给阿嬷 住在阿嬷家 就是可能暑假去住 住个音乐 或小时候去住的时候 她看到我阿嬷在喂我 她说 妈你妈这样 回家去家 让她自己吃 然后那个 现在我就看到 那个县时报 你知道吗 那个我妈现在就会 我儿子不吃了 来来来吃一口嘛 吃一口嘛 她就说 她就会跟我儿子讲说 我从小都没有喂过你爸 对所以我就说 这不一定就是说 人的人生历程 有时候我们就想一下 那个 但是她现在做这件事情 她很开心 对 所以人有时候做一件事情 你不一定现在不要 以后就会不要 那或是说 现在我们现在协调出一个好的家务分工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变成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的时候 我在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你要做一个村子 就好像即使你是双亲家庭 有时候你会忙不过来要带小孩的事 对 尤其是像前一段时间还没有放暑假的时候 双亲家庭要work from home 爸爸妈都要work from home 然后小孩又几个都要线上课程的时候 真的那时候才知道有多痛苦 会崩溃吗 会崩溃 可是像我自己后来就找到了一个就是运作的方式 比如说有谁可以来帮助我 有谁可以来帮助我 就是不管是单亲或双亲 这里面也要跟大家讲说 你要盘点自己的资源 对 然后你盘点自己资源 照顾不要以为什么都自己来 因为我虽然现在是单亲爸爸 但是我也知道我要盘点我的资源 我还要有时间写书教书研究 还要比如说有一些社交场合 那在这样的里面 我们怎么样盘点自己的资源 可以来照顾这个小孩 然后先清楚自己有多少东西 对 那其实你没有 你真的没有资源 真的是你是社会的弱势 你就开始要跟社福团体求助 对 里面我就是说 男性要学着求助 求助的过程很重要 因为女性会求助 或说单亲妈妈 她们有自己的团体 她们可以自己聊 但男性憋着 憋着到最后对小孩跟你都不好 这才会有那么多 如果有一些社会案件会出来 也是因为你毕业着 对 那老师我请教你一下 就是我觉得你刚讲的 这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 就像我有的时候 我其实常常会有粉丝 女粉丝 男粉丝也有过 就是他现在要不要离婚的两男当中 那如果今天是女性 然后他本身是没有工作的 那可能离婚之后 他又想要争小孩的监务权 我通常都会先跟他讲 他就问我说他不知道他要不要离婚 我就说你先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真的结束这段婚姻 你必须要自己带两个小孩的时候 你有多少后援 我觉得这个概念 其实就跟老师所说的 你需要建立自己的小村落 举全村之力 来展开一个新的生活 这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支援的部分 可以来自你的家庭 可以来自 如果你真的没有 就像老师说 你可以来自一些社福团体 讲到这个 我真的是这次捐了那个防疫资源之后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你有在 这个是什么 桃园对不对 珍善美社会福利基金 珍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是你 对 算是你现在是 我在经营的 你在经营的 所以是你创办吗 我爸创办的 但我说他七年前走了 他留下两百多个西汉 我觉得不容易 我真的不知道是你 是你后来来谢谢 你在留言说谢谢 我照顾 我看到你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捐了 我捐给他们 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我要捐一些东西 那我是想 因为我觉得社福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是有被 被比较忽略掉的 但是他们 还有他们的照顾者 都是需要被照顾的 所以我是 我自己在捐的时候 我是以社福为先 然后所以我自己去联系的 我后来你来谢谢我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这是 你们在经营 对对对 就是我后来选择在中央工作 也是因为他就离我家比较近 所以这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考量 就是如果我有这么多事要做 那我如果要当一个老师 要在哪边当 然后比如说因为我爸留这个 我也需要经营 我们也有一百多个员工 我知道 所以不容易 不容易 老师 我其实很感动 然后我觉得 其实你出这本 儿子教我的事 单亲爸爸手记 其实让我们看到 完全不一样的胡传安 我必须这样说 因为你之前的书 大家就觉得文笔真好 然后就是哇懂好多 可是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比较贴近一个人 你以前比较不像人 我觉得还是要说自己 就是我觉得跟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我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觉得更贴近 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是更棒的一件事情 那最后最后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因为你的书名叫做儿子教我的事 那当然这里面其实写 也有写你跟儿子的相处 那这两年你觉得对你来说 很简单的说 你有什么最大的收获 或是你觉得你还有什么东西 是你想要做的吗 我觉得当然写完这本书 是我自己的 就是给自己的疗愈的过程 对 那就是让我认知这一套 这一个过程 我这么带着孩子 那接下来比较想做的是 因为这本书算是给大人看的书 那而且接下来要进小学了 所以我接下来想做的事情就是 每个月写一封信给他 然后可能等到他二年级三年级会写的时候 我当然也希望就是他会回信给我 就会有他的声音了 我们就希望不要只有我讲 如果是我跟我儿子的互动 应该也有他要讲的事情 那等到他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会问他愿不愿意出版 如果不愿意就算了 那他是我们之间互动的过程 但是我们至少还保有一些 我们这几年想出的一些经验 我好期待这本书 因为这就是我之前想出的书 我跟我女儿的对话 然后沟通 但是小朋友一下咻了一下就长大了 因为如果没有 他就长大了 但我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出 可是我很期待可以看到 胡川安老师的接下来的 很期待 那这本儿子教我的事 单亲爸爸手记 很推荐给所有的爸爸 我还说真的 我说真的不是只有单亲爸爸 我觉得所有的爸爸 双心家庭 其实都可以看一下 那他是一本 我觉得老师的自我疗愈 应该也可以疗愈到很多人 谢谢胡川安老师 谢谢你出版这本书 也祝福你们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